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当前面临许多内外经济挑战 蔡英文总统在520就职演说中指出 新政府将打造一个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价值 追求永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 包括强化经济活力与自主性 参与TPP RCEP 并推动新南向政策 打造经济发展新模式 要克服哪些挑战 又哪些重要关键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中金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 刘所长为我们观察探讨 所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长 目前台湾在经济上内部跟外部面临很多的挑战 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主要的问题 从外部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说这全球里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低迷的情况 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 虽然是各个国家里面在推动QE 货币宽松的一些政策 甚至还蛮极端的还达到是使用负利率 但是全球里面目前为止 在经济事实上没有完全真正的复苏当中 甚至也有部分的国家 包含到中国大陆里面 还是处于所谓的坦能过剩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全球里面还处于一个叫比较类似于通缩的一个情况 那台湾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台湾的经济比较偏向于是仰赖外销出口导向的一个经济政策为主 那在全球经济不好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内需里面的话也没有真正在复苏 比方说我们的出口不好 我们的投资就会意愿就降低 那这样子的话支撑台湾的经济的动能里面也显得一些略微不足 那再加上里面全球金融风暴之后 台湾这边的话所得或者财富分配的话也出现在恶化当中 所以我们这个消费动能也呈现不足 那高房价相对的是我们的青年 尤其我们的薪资水准的涨幅也不足 就这样的话整个来讲说台湾的话 那这外贸跟内需里面的两个经济动能的话 就比较稍显不足 这样的话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的经济从去年的话是不到一 那今年的话也更担心能不能够保一 所以这边是形成一个比较窘况的一个情况 那尤其我们的出口的那个已经连续十几个月 都是一个负成长 所以这样主要是一个情况的话 是真的对新的执政政府的话 真是一个比较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所长您认为我们台湾在面对全球经济成长趋缓 还有刚刚讲到说产能过剩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对外贸方面 您认为我们新政府目前的推出的策略 我们需要观察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新政府里面有个特色 就是说是避免我们的出口 或者外贸易合作里面是过度集中在中国大陆 那希望能够分散一下我们的一些海外合作的一些伙伴 那现在蔡总统在就职演说里面提出一个所谓新南向政策 那希望说是我们是跟东协这些国家加强合作 这个随东协这边还要再加上印度 所以变成是印度加东协 新南向政策里面的内涵 那这边的合作里面不光只是在经贸上 也希望能达到一些人员文化 甚至乃是更深层的一个国家之间的一些合作关系 这边的话是希望开拓一个新的一个市场领域 那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分散一下过度仰赖中国大陆 这些经济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它这边的一些构思不错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可行的一些做法 比方说事实上美国或者是日本这边也是传统上一个合作伙伴 其实也可以再继续再加上 那台湾在融入区域经济整合这个部分 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事实上蔡总统这边也提出来一个TPP 或者甚至这样RCEP 或者各种多元的一些经济整合里面 它都有这个医院区去加入 可是事实上这是高标准的一个区域经济整合里面 要加入经济区域的一些难度也颇高的 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在短期之内 甚至在两年之内 是不是TPP能够再启动 因为启动之后 他们才会在第二波的新的一些会员的招募 跟那个谈判才会开始 那我们现在是第一批 当然说是12个国家 现在已经不在里面 那也要在这个第一波启动之后 我们才能进入下一次 那往往也是两年之后的一些时间 所以议长就今年 到明年年底之前的话 无论是美国也好 或者日本也好 这时候看不到一个可能的一个 因为日本新的国会 那美国这边的话是总统大选等等 目前这个看不到太乐观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短期之内要能够积极的加入 TPP等等的一些区域经济整合 我觉得是问题还蛮大的 至少是时间表上面看起来不是那么乐观 是 所长那至于在两岸经贸发展的部分 未来有些什么要特别关注的呢 未来的话中国大陆现在是 从今年开始的话 这是第13个五年规划嘛 所以在我13个五年规划当中 它里面有一些提到 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 谈到说它的中国制造2025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一个大型的一些政策 然后在这边也在结合 它自己的体制改革等等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是一个 所谓的新常态 经济成长也慢慢的趋缓当中 它如何去去化它的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些问题 其实它是本身的是一个情况 蛮大的一个挑战 那也包含到它怎么去去化它的地方债 以及企业债 这边是中国大陆也有它自己的一些难题 现在未必是中国大陆 经济是足以太乐观 所以它这一块是要搭着一个中国大陆 经济恢复一些正向的一些 或者是比较活力的一个成长 来提升台湾的经济 可能是对我们台湾而言的话 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台湾这边的政策里面 要多元去分散 跟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合作 然后掐想经济上的一个动能 这是一个基本上一个策略是对的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短期之内是不是能够分散 还有中国大陆里面的一些经济风险的话 依然存在 所以我们真的在政策上面要谨慎一些 是 所长在关心我们台湾内部 经济动能的这个部分 新政府提出了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边的话我就觉得 我是从两个层面来思考 就第一个层面来讲说是 我们先政府事实上 没有太多的一个财政资金 那当然是有部分学者主张讲说 我们可不可以拉高我们的负债的一个限制 现在我们的负债那个上限的话 已经是比较是有比较严格的一个情况 那是不是可以拉高一下 我们的负债的一个容许的一个程度 来推动我们的一个所谓的财政政策 这是一个部分的一些讲法 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远债负债 比方说是年金的问题 或者是那个公教这边的年金问题也好 或者我们国民这边劳退的一个年金问题 其实都是庞大的一个负债 所以说要允许我们的开放 财政政策里面更大的幅度 我觉得是比较难 但是至少是有些事情是可以是思考一下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政府市政上面的那个管制 可以放宽一些管制 然后让很多执行 然后让公务员或者是政府的政策里面 执行的有效性能够更加的强化 降低一些regulation 降低一些所所需的一些政策 这是可以做得到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 我们政府是哪些角色该自己做 哪些是应该回归到民间业者 让他自己去承认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政府 不要过度当着一个产业的保姆 有些任务角色另外 是要回归到产业自己去承担 这样的话可能是重新界定 说政府跟民间业者之间的一些分工 让整个经济能够活力再重现 可以在这个比较低迷的时候再去思考的 另外的话我就觉得是在大学里面 比方说我们的学费的一些上限 现在的话就是怕 常常讲说新资没涨 物价涨或者新资没涨 然后我们的学费涨 这样子要不利于 其实是未必的 我们常常过度的管制我们的物价 反而是使我们经济活力 反而是不在 所以说有时候是合理的一个 价格的一些伸缩的一个调节 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经济上面的一个 活力的动能比较有帮助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改革或者新的思维里面 其实要容忍 而且是很多事情要回归到我们的 恢复我们的市场机制 这样的话会比较大的帮助 那政府推动这个新经济模式 您觉得要能够成功 最重要的关键何在呢 新经济模式里面最重要的是 还是执行力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那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政策 这一届新的政府也好 或者过去那个马政府 其实面对的一些经济问题 其实都还是相同的 那遵循我们经济学家 或者是经济上面的一个智库 我们能给的一些政策上的建议也是差不多 其实关键所在的话 就是在执行力 我们是不是能够执行到有彻底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执行当中的话 不要在过度管制下 是我们政策的投入面 或者政策在推动执行面的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是以绩效为考量 绩效为导向的这种政策思考 我觉得还是更重要的 是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 中华经济优务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 刘所长针对政府推动发展新经济模式 要克服哪些挑战 还有哪些是重要的成功关键 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 非常谢谢所长接通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H Dieter J